一般来说 传统市场总要早点到达 才容易买到新鲜的食材 过了中午 店家就一间一间的收摊了 但戏纸黄昏市场可不一样哦 每到下午才营业 是戏纸的婆婆妈妈 最喜欢来采买食材 和日常用品的地方 到了傍晚 许多下了班的上班族 也会冲入黄昏市场来采买 不用怕买不到今晚的晚餐了呢 与一般的市场相反 越晚越热闹 就是这黄昏市场的最大特色 和传统市场一样 这里的店家热情又豪迈 总是会大声吆喝 要顾客来买摊位上的东西 虽然营业到晚上 可别以为这里是夜市哦